这些诱因对他心理上的刺激是比较大的 如果要换一个心理学词来说 我们应该说他还确实存在着一些性格上的偏差 也就是说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过于偏执 自己的期望值 就是凡是不能够达到自己目的的事情 他会有比较大的挫折感 王老师我们今天在讨论郑华这个男人的性格心理的时候 就反复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对这个家庭 包括对这个女孩子的期望值特别高 然后当他的这个期望值一旦落空之后 他会有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弹 包括他去和另外一个女孩匆忙结婚 又匆忙离婚等等等等 包括最后的投毒 这是一个爱情观的问题 还是说这部分人的性格的问题 他的性格体现在爱情婚姻上 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就是说像这种冲动型的 或者说看似不客观的 处在某一种事情上就认为 这件事是永远的永恒的不变的 说是性格原因也好 或者是爱情观婚姻观不够正确也好 反正体现的是这么个结果 这样性格的人 这样爱情观的人 这是极端了吧 极端了 极端了 就是极度情绪化 极度冲动 认为爱情是可以占无不胜 认为对婚姻的这个估价过低 对婚姻这个元素估价过低 我觉得都是导致这种悲剧 我觉得像那个你的问题也很大 我觉得也是两个人好像价值观比较一致 所以走到一起 就是都认为爱情是应该是至高无上 应该是掌握不胜的 那个女孩子不就让对方为了他 要抛弃她的儿子嘛 对对 那你首先 男方又不肯抛弃 对 那么这说明你的首先判断失误了 那么翻过头来讲 他们对婚姻 低估了婚姻所要求的这些元素 比方说 婚姻不仅仅是爱情就够的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咱们讨论 对于性格上一种讨论 可能不具有主流的这种 这种什么 但是如果说从爱情观上 婚姻观上来讲 很多的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爱情都有种过高的估价 就是婚姻都有一种认识不足 婚姻的这种 有的时候一种不可战胜 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很多年轻人会认识不同 当然这两个是成年人了 我觉得心智比较幼稚的成年人 就觉得生活里面 这要出现什么问题 他们的爱情都可以战胜 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强的 没有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对爱情 然后对婚姻所要承受的东西 也要有个正确的估价 好的 谢谢王老师 也谢谢马老师 跟我们电话连键 谢谢二位 再见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